Debbie,你知不知道 近年不少人喜歡投資虛擬貨幣 不過當中存在一定的風險 而證監會也提醒市民要小心 對,好像以下的個案 它用了一個交易平台 去買賣虛擬貨幣 不過當它賺到錢之後 想拿出錢 不僅困難重重 還被人打了一身 這陣子中港股表現不太好 有部分投資者可能都會轉方向 玩玩虛擬貨幣 不過要選擇一些虛擬貨幣的交易平台 就真的要小心一點 有投資者最近開了一個交易平台戶口 開戶過程當然順利 但賺了錢 想拿出錢的時候 拿不到不僅 還被人打了一身 那天我們從這邊走過來 走到這裡等待他們 然後車子從那邊出來 衝過來就打到這裡 魚山是內地的投資者 去年6月在一些網上群組裡 之後知道有一個虛擬貨幣的交易平台 打算小市牛刀 和六七個朋友合共合了3萬元美金開戶口 他們運氣都很好 很快贏了大概5千美金 而他們也隨即連本帶利 在戶口拿出錢 很快 沒有任何異常 沒有任何異常 這大大增加了我們對這個平台的信任度 因為它促進也非常快的數目就到了 就是因為第一次提款那麼順利 去到今年1月 他們再玩過 今次入了10萬元美金進去 這一次就沒什麼輸贏 去到月尾想拿錢出來就出事了 1月份就是我們在1月份的時候要求出京 然後他說我們的資料 什麼提交不全 需要我們重新提交資料 發過很多給他們 然後得到的同意回復就是等待審查 等待處理 就是一直無止境等待 就在等待期間 剛好香港有一個關於虛擬貨幣的活動 余山和朋友就決定下來參加 順便了解一下 他們正在用的這間投資平台的實力 結果現場就有一間自稱是 加密貨幣學院的公司 就力銷售這個平台 還跟他解釋 叫他不用擔心 拿不回錢 我也聊到了 他說這個東西是 審查的過程有時間 有那個 他說這個肯定會給你們 就說你不用擔心 就是這樣 余山和朋友繼續相信一個投資平台 之後在6月再入了3萬元美金進去 這次運氣很好 一兩個星期就贏了7萬元美金 余山見贏錢 當然想拿回錢出來 誰知跟上次一樣 又是拿不到 然後等我們再次詢問的時候 他就說我們需要重新提交資料 重新提交資料 就是一直提交資料 就是這樣 再審核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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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過了5、6天 情況都沒有改變過 後來他們發現 在網上有一個輔助群 不過他懷疑這個群 一早被有關人士滲透了 在我進入Telgram的權力之後 公布了我的帳號之後 馬上我的帳號就被提出了 就強制退出了 更奇怪的是 沒多久 余山聲稱交易平台的客服 用WhatsApp聯絡他 他打電話給我們 第一次打電話給我們 是一個女性同事 她們就說 她說你們這錢可以出 但是你們需要來香港 辦事處面簽制 結果他不如有詐 根據指示 在7月中 跟兩個朋友 一起去到上水一個好偏僻的位置 我們看看余山之後的報案口公子 裏面很詳細寫了當時的情況 在2023年7月18日早上8點半 我由深圳到達香港上水 然後同日早上9點 我WhatsApp說 已經到達了嘉利貨倉更新雲露 大約10分鐘後 申保街出現一架銀灰式車 車上突然有8個男人 所有人的特徵都是中國籍 新穿黑衣黑褲 由車上走到我身邊 什麼都沒有說 就對我拳打腳踢 過程3至5分鐘 還將我推在地上 余山一天接受我們的訪問的時候 重返現場都猶猶如貴 那天我們從這邊走過來 走在這裡等待他們 然後車子從那邊出來 從這裡衝來 第一次衝到這裡 就到這個位置 然後衝來因為很近 我們都沒有任何反應時間 衝過來就打到這裡 那時候的情況是有其他的路人站 沒有沒有沒有 早上很早沒有任何人路人 那車的車都沒有 車也沒有 所以完全是沒有人的空間 對 他還說一群人衝出來之前 有人曾經打過給他 還問他是不是三個人 我非常懷疑他打這個電話 就是再次確定 是不是這幫人 就是集中頭部 全身的傷害 在醫院裡面 全身的傷害全是在頭部 因為背部的話是沒有 因為背部我們背了背包 他就是我裡面的一些 就是一些電子產品被踢壞了 所以說他們的目標非常明確 上來之後 第一個搶我的手機 搶我的背包裡的電子設備 全部砸掉 余三被人襲擊之後 隨即報警吧 但結果等了一個小時 警察才來到 我對香港的警方出警的速度 真的是非常非常懷疑 能拖到一個小時左右 而且你的救護車是更晚 這個時間段 人家都已經出國了 所以難聽的話 警方就說 這宗案件由大埔警區跟進 暫時沒有人被捕 我們都有看過這間公司的背景 他近這兩年的發展得很快 宣傳攻勢還很厲害 不過證監會就回覆我們 說這間公司 目前是在他們 無牌公司及可疑網站名單裡面 提醒投資者要注意風險 余山在上水被人打 打到電話都爛了 而他交易平台上的戶口 又進不回去 很多紀錄和證據都沒有了 事隔了三天 他們接受我們訪問的時候 回去事發現場 竟然還找到當日被襲擊的痕跡和證據 卡在這裡 這也是我們 手機卡在這裡 想不到這些相關物品還留在現場 可惜的是 那張電話卡只是一張數據卡 余山都是拿不回部機的資料和記錄 看看資料 余山用的一個交易平台 聲稱在加拿大 美國和澳洲都有相關的牌照 規模好像不小 還聲稱總部在杜拜 團隊的人員 就來自日本 美國和中國 曾經為美國前華爾街 大型對沖基金公司服務 又聲稱會在台北 建立一棟十三層樓高的總部大樓 而在上個月 還在台灣 搞過一場由Toys對中培生的拳賽 余山接受我們訪問的時候 提到在年初 接觸過一間 自稱是加密貨幣學院的公司 他們都力銷售這個交易平台 談到他們的實力 談到他們的一些背景 資質 然後就說的很多 比如說有一些明星站台 有很多那種 就是他們的一些資金實力 余山接觸的這間學院 在香港有兩間分校 他們有不同的課程 教人投資虛擬貨幣 一日初班的課程 收費是四千多元 再讀上去 兩日課程就差不多要成萬元 我們去他們在尖沙咀的分校查詢 說了一會兒 他就開始介紹這個投資平台 還說這個平台可以送800元 給記者試玩 全香港都介紹 因為它主要是華盛市場 它不是在香港市場 它不是在香港市場 它現在最新說是 他們的總部在做法院那邊 它主要是在18萬的資訊 在澳洲、新加坡、加西亞、台湾、香港 在這些地方 全是給你購買錢 不知道 只要大約100元 即是大約100元 給你在裡面購買 在現金裡 在泰州來說是最大贏 暫時是最大贏 最大贏 基本上是對全香港的地區 雖然這個交易平台 近期不斷被人吹捧 不過 原來一間公司 在去年7月 已經被證監會 列入無牌公司及可疑網站名單 即是說 這間公司沒有在香港領取牌照 並且引起了證監會的關注 當中證監會還在備註中呼籲投資者 如果打算在不受規管的平台上投資 無必要格外謹慎 不過到了今年2月 這間公司又在網站宣布 計劃申請香港的加密貨幣交易牌照 就著如山被人襲擊的案件 我們向這間交易平台公司查詢 他們回覆說 曾經收到一名用戶作出相關查詢 相關內容涉及不實指控 與他們的平台並無任何關聯 他們表示 客服團隊 沒有以在線客服的電話 與任何用戶進行電話通話 亦都沒有邀約去上水進行任何文件簽署出金 他們表明公司已就此事索取法律意見 所以不會再就事件回應 但他們亦都強調 公司營運超過三年 財政一直穩健 至於那間交易貨幣的學校 他們表示 他們的科程內容 不會作出任何投資建議或業務招攬 但就承認涉案的交易平台 是他們的科程教材之一 但內容有提及 在投資決定前 應審診了解詳情和風險 證監會接受我們查詢時 說不會評論個別事件 不過他們回覆時亦說明 所提及的公司 現時在列於證監會 無牌公司及可移網集名單之中 警方說 在上月18日 接到一名31歲的內地男子的報案 雖然報案口供上 說有8名男子襲擊事主 但警方說經過初步調查 事主是被3名男子以手襲擊 令臉部及頭部受傷 案件列作 襲擊致造成實際身體傷害 交由大埔警區 刑事調查隊第七隊跟進 暫時未有人被捕 抗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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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電視, 全面進化, 重新啟航